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初建配饰系列 木须四叶草的勾编制作教程 分别采用法国进口8号雷尸线 和日本进口40号雷尸线 制作了两种不同的大小及风格 纯色树雅田园 渐变紫色清新高级 单个材料包可制作一只胸针和一对耳环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 购买原版材料包可在淘宝搜索店铺 恭喜手工实验室 或店铺号99350333直达店铺 花朵部分采用环形起针法 逆时针缓转向外勾织11圈 需要注意的是 双数圈都是勾在上一圈的前半针 单数圈都是勾在上一个单数圈的后半针 并且从第四圈开始 交替使用两种颜色进行勾织 叶片部分采用索针起针法 分别完成单个小叶片再进行组合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花朵部分的起针 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接着再次绕线 拉出 稍微拉紧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进行第一圈 先勾一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接着我们要勾短针 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要在短针上翻 将V字形的两根辫子上 也就是针目上放一个记号 这里我使用铜绅来做记号 注意看饭的位置 接着继续在起针的线圈中勾短针 第一圈一共勾七个短针 七个短针全部完成后 我们来看一下 从上方看这样V字形的两根辫子 就是一针 一共七针 接着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两个线圈 先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接着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接着我们找到 一开始我们用记号标记的这一针的针目 来看一下 一个针目会有前后两根辫子 注意看 接下来我们要调 朝向自己 也就是前侧的 不是这个后侧的 是前侧的这一根辫子 来勾引拔针 这里我们先将记号取下 将它转移到后侧的辫子上 接着勾针 重新挂好线 调刚才找到的这个前侧的辫子 勾针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拉紧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着勾四个锁针 开始第二圈 找到勾针完回数的第二个锁针 也就是开始时勾的第三个锁针 挑锁针的一根辫子 引拔 勾针绕线直接拉出 接着找到下一个锁针 挑一根辫子 勾短针 勾针绕线拉出 再次勾线拉出 接着在最后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就完成一个小花瓣 接着找到下一个短针的前侧的辫子 引拔 然后勾四个锁针 开始第二个花瓣 同样挽回 在第三个锁针的辫子上 引拔 接着一次挽回 挑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短针 完成两个短针 在下一个第一圈的短针的前侧辫子上 引拔 按照这样的方法 往下一共完成七个小花瓣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七个小花瓣 最后一个花瓣完成后 在开始时的引拔位置 引拔一针 接着找到记号标记的 后侧的这个辫子 引拔一针 开始第三圈 引拔结束后 可以将记号先取下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三圈的起立针 在刚才引拔的同一个位置 勾两个短针 注意这两个短针是勾在同一根辫子上 这样相当于完成一个短针加针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同样放记号 接着找到下一个第一圈的短针的后侧辫子 同样勾两个短针 也就是完成一个短针加针 第三圈的编织规律是在 每一个第一圈的短针的后侧辫子上 都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14针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全部14个短针 找到第一个短针 找到第一个短针 也就是记号标记的这个短针的后半侧的辫子 来引拔结束 引拔之后勾一个锁针 接着先放开线圈 接着我们找一下 刚才这个记号标记的这个短针的前侧辫子 比较不好找的话可以将记号先取下 也可以从后往前挑一下将它挑出来 勾针穿过这个辫子 接着取出新的线 花朵部分 这时候开始有两种线交替勾置 将线头和字片捏在一起 绕线拉出 接着勾六个锁针 找到勾针往回数的第二个锁针 挑一根辫子 勾短针 在接下来这个锁针上 同样勾短针 接着我们要勾中产针 勾针落线 挑接下来这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落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落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中产针 接着在下一个锁针上 同样勾一个中产针 在最后一个锁针上勾短针 这样就完成了第四圈的第一个滑板 接着挑上一圈下一个短针的前半针 也就是前侧辫子 勾引拔针 勾的同时将刚才换线的线头 放在勾针上方收进去 引拔结束后 和第一个滑板一样 勾六个锁针 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 挽回完成滑板 之后继续这样 一个滑板 然后再下一针引拔一针 一共完成14个滑板 这里我们完成了第四圈 全部的14个滑板 最后一个滑板完成后 和第二圈一样 在一开始 第一针 起针的位置 引拔一针 来结束第四圈 引拔完成后 将线头拉松一些 直接放开 接下来我们要挂好第三圈 放开的线 来进行第五圈 在第三圈 引拔结束之后 我们已经勾好一个锁针 这个锁针就是第五圈的起立针 接着直接调引拔的同一根辫子 也就是第三圈的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 够短针 注意仍然要在第一个短针上放记号 接着在接下来的每一个短针的后半针上 都够一个短针 不加不减一共完成14个短针 全部完成后 引拔完成后同样勾一个锁针 放开线圈 挂好放开的线圈 开始进行第六圈 第六圈开始时的位置 在第五圈第一个短针的前侧辫子 挑着第一个短针的前侧辫子 引拔一针 接着勾七个锁针 作为第一个花瓣的开始 挽回在第六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 勾短针 下一针同样是短针 接着是三个中长针 和上一圈的花瓣相比 就是多了一个中长针 在最后一个锁针上勾短针 这样一个花瓣就完成了 挑下一个短针的前侧辫子引拔 接下来的方法也都是一样的 一共完成14个小花瓣 全部14个小花瓣完成后 同样是挑第一个花瓣 开始时引拔的位置 引拔一针来结束第六圈 接下来的第七圈和第八圈 完全重复第五圈和第六圈的方法来完成 这里就不做具体的演示 大家根据图解和之前的学习自行完成 接下来进行第九圈 这里已经勾好了一个起立针 接着我们要勾短针并针 先挑起引拔的同一个辫子 绕线拉出 不完成这个短针 再挑起下一个短针的后侧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上一共有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样就将两个短针合并为一针 也就是短针并针 在接下来的两针上 同样先分别 绕线拉出 最后一次绕线从 勾针上三个线圈拉出 完成第二个并针 第九圈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完成七次并针 完成之后 剩余七个短针 最后一个并针完成后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引拔结束这一圈 注意这里的引拔位置和前几圈都不一样 是直接穿过两根辫子引拔 之后我们不会再用到绿色的线 这里勾一个锁针固定 留一小段线头断线 接着说明一下最后两圈的勾置方法 第十圈同样和前面的偶数圈一样 调前半针 勾七个小花瓣 一共是七个锁针的小花瓣 第十一圈 调后半针 勾六个锁针的小花瓣 也就是和第四圈一样的小花瓣 这两圈都比较简单 大家自行完成 全部完成之后 最后一个花瓣完成后 引拔结束 勾一个锁针固定 断线 接着我们收一下线头 从花瓣的内侧将线头收一下 往里收 先从中心拉出来 起真实的线头 如果还录在外面 也用同样的方法 收进去 收好之后 可以接着镊子或者其他工具将线头筛回花朵的中心 这样花朵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花朵脂干的制作 取出一根70公分左右长度的铜丝 先对折一次 再对折一次 接着再对折一次 但是先不压紧 主要为了找到中心点的位置 在中心的位置涂抹一些胶水 接着取出绿色的线 接着取出绿色的线 在涂过胶水的位置 长绕 长绕出1.5到2公分左右的长度 之后将它折下来 压紧 接着围绕对折的部分 继续长绕 适当的补充胶水 注意这里可以先不用长绕 完整根质杆 先处理完一半 之后我们再进行整体组合的时候 再完成剩余的部分 所以长绕出一半质杆之后 先预留30公分左右的线头 断线 在头部涂抹胶水 将它穿入花朵的中心 将花朵稍微捏一捏 这样子 资杆就固定好了 可以用镊子将花朵的 每一圈的花瓣稍微做一下调整 接下来进行叶片的讲解 叶片是先完成小叶片 再进行三叶或者四叶的组合 每一个单独的小叶片都有铜丝用于固定 这里我们先取出一段15公分的铜丝 对折之后备用 接着在左手上挂好线 叶片采用锁针起针法 锁好线之后 拿起钩针 钩针放在线的后方 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线头 这一针补计算帧数 接着勾六个锁针 这六个锁针相当于叶片的中心点 接下来再勾两个锁针 作为叶片一侧的起立针 接着勾针绕线 调起勾针往回数第三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也就是起针时的第六个锁针 接着取出刚才准备好的铜丝 穿过铜丝对折的这个圈圈 绕线 拉出 可以将铜丝往前推一下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 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长针 接着 在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 同样勾长针 勾的同时 注意 铜丝 放在勾针的上方 包进去 接着同样的方法 再勾一个长针 在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 勾中长针 在下一个锁针上 勾短针 接着是最后一个锁针 在这个位置 调一根辫子 勾引拔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叶子的一侧 接着勾一个锁针 将枝片 沿着这个平面向右转 线头从铜丝底下 绕过去 转到另一侧 我们要在 其中的六锁针 余下的另外一侧 开始勾另一侧的叶片 这里要注意 一定要找对路针的位置 第一针是刚才 另一侧的引拔针 这一针跳过 在第二个锁针 余下的两根辫子上 勾短针 这个短针 对应另一侧的短针 这里可以先将 筒丝 在叶片上 拉紧 接着调下一个 锁针余下的两根辫子 勾中长针 这个中长针 对应另一侧的中长针 接着 不加不减 往下 勾两个长针 注意起初的另外一侧 是勾了三个长针 这一侧我们只勾两个长针 接着勾两个锁针 找到最后一个锁针的 两根辫子 引拔 接着我们要再挽回 引拔五针 引拔的路针位置 在每一个 起针时的锁针的位置 注意看 挽回 在每一个锁针的位置 引拔一针 引拔的时候 线是在织物的背面 进行转换的 转换的 转换的 航行 在织物的背景 以后 看到了 一顿的 转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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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爆完成之后 这样单个的小叶片就制作好了 接着根据大家是要做三页草的叶片 还是四页草的叶片 三页的话 除了一个需要预留一定长度线头之外 其他两片都只需要留一小段线头断线 四页草同样除了一片预留长度 其他都不需要预留长度的线头 这里用于枝杆的制作 大约预留40公分左右线头就可以 如果是用于耳环的叶片预留20公分就可以了 将预留的线头拉出 接下来我们进行叶片的组合 这里我组合的是四叶草 也就是四片叶子 将四片叶子对齐摆放好 尽量捏紧 但它们的底端是臭得比较紧臭的 调整好角度 涂抹胶水 直接 缠绕 缠绕一小段之后 将 多余的线头修剪掉一些 这样之后的枝杆不会过于粗大 同时也可以适当的渐渐修剪掉 我们来看一下 制作耳环的枝杆不需要长绕的太长 一公分到两公分之间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接下来我们进行耳环的组装 先确定一下 花朵和叶片的角度摆放 耳环的叶片也可以根据喜好 选择做三叶或者四叶 这里我想要将叶片摆得高一些 所以将花朵的枝杆再补充一些长度 长度足够之后将叶片和花朵摆在一起 继续长绕 一定长度就可以开始渐渐修剪掉 同时 十字干不会过于粗大 适当补充胶水继续长绕 到一定长度之后 就可以向后弯折出一个环转 这个环转的位置之后是用于固定而勾的 修剪掉多余的线头和同时 注意剪同时的时候尽量剪出一个斜角 补充胶水 将两头长绕在一起 最后用胶水将线头固定住 由于使用同时做质干 花朵和叶片的角度都是可以任意调整的 完成之后调整到自己比较满意的角度来作为正面 接着取出一个4毫米的开口圈 用尖嘴钳和开口圈辅助工具打开 将开口圈挂在枝杆的挂环上 接着将耳钩穿在开口圈上 需要注意耳钩的方向 不要装反 再合上开口圈 这样耳环的部分就安装制作好了 接下来进行胸针部分的讲解 胸针同样可以做两个叶子 也可以只做一个叶子 甚至不做叶子也是很好看的 大家根据喜好自行决定 将制作好的花朵和叶子放在一起 找到自己喜欢的摆放方式 接着将还没有制作好枝杆的部分 进行长绕和制作 枝杆做到足够长度之后 注意也是边制作边修剪掉多余的同时 最后离底端还有将近一公分时 将它弯折 将折回来同时剪出一个斜角 补充胶水 并用线将最后这两端长绕固定在一起 将枝杆就制作完成 叶片部分的枝杆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完成 接着将所有的部分放在一起 调整好角度 在中段的位置 互相涂一些胸针 让它们稍微固定在一起 便于之后 组合胸针时不会变化位置 接着取出一个三孔胸针 放在后方 确定一下高度 在胸针的内侧涂上胸水 接着从胸针的底端 开始长绕固定 注意要长好线头 尽量长绕得均匀 全部长好之后 补充一些胶水 固定好线头 断线就可以了 胸针和耳环一样 同样可以根据喜好 随时调整花朵的形状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木须事业草的构编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想要第一时间 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就拿起手机 扫码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咱们可以发现 欢迎订阅 吝点赞